欢迎大家来到Club5的频道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GMAI现在新出来的一款新车 GS02这台车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 只是它近期的话有出了一个车架版 就是KIT版 只有车架 然后呢给了一些升级件 但是它并没有给我们车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话 蛮适合一些老手 就是它有自己喜欢的车壳 或者是喜欢的电装 这样就方便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轴距 轴距的话 这台车的轴距的话是313 然后它的轮距的话是194 那这个轴距这个轮距的话 市面上都非常好找到车壳来搭配它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台车子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这一次跟过来的这一套的话 它给的是我们的金属框 那金属框它本身它的内圈 它的内环的话它是加重的 但是它的外圈的这个部分 外圈的这个压框是铝合金的一个 CNC铝合金的切削 那这一款框我自己平时我都有在用 第一个它有加重的效果 第二个它CNC的切削的话 它的造型是比较fashion的 是比较好看的 那这台车它里面并没有跟着胎皮给我们 所以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要上一个皮卡的车壳 所以我换了一条就是我自己上了一条 就是RC4WD的胎 那至于胎的选择的话 就完全看各位车友 比如说你有自己喜欢的车壳 用你的车壳来搭配来挑选你的轮胎会比较恰当 好那我们讲完胎之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车体 本身来讲的话 它这个车架的的话 它是用钢质的大梁 那现在大部分的攀岩车 它都是用钢质大梁 只是说每一家厂家它用料的一个诚意如何而已 那目前GMAI这台车它的钢质大梁 我自己测试它 然后在组装的过程当中 它的钢梁的结构是做得还不错 然后呢 包括你在扭腰的时候 它的动态啊什么也都还蛮不错 而且强度我觉得是足够的 那看完了大梁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次给的接收盒 因为并不见得每一个人 它的接收都是有防水的 所以它给的这个接收盒的话 它是防水接收盒 那里面的空间其实还蛮足够的 所以说你如果有一些线要配置的话 其实里面的空间还蛮足够 然后呢 在它的那些压条啦 我自己在上的的状况 我是觉得防水效果也不错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能够在这个防 等于它是它的那个ORIN的压条的部分 如果能够上一点油的的话 它的防水效果会更好 那这一款的话 它在底部的部分 它这一次有多做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的话主要是给你放你的那个电便 但是我这次没有把我的电便收在里面 是因为它出来的那个落孔的话 有一点小 所以我并没有把我的那个电便放在里面 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东西 你想要收 你就可以把它收到这个盒子里面来 那这一台车的话 它主要为了配重的一个考量 所以它把这个马达前置了 所以它主要是前置马达 再加上说它里面的中间的这一个波箱 中间的这一个波箱的话 它里面多了一个反船尺 所以呢 它可以足够的去抵挡 就是因为它这次跟的是潘塔德式的连感 潘塔德式的连感通常都会有一个轴效应 就是你在起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点头的状态 那你有这个里面的反船尺的话 它可以直接的去做这个 这个 这个 轴效应的抵消 所以呢 在潘塔德式的连感的部分 这一个设计是非常好的 那这一个波箱的话 你还可以再去加装一个 我们的现在很夯的两段变速 那你有高低速做切换的的话 可以再把这台车的车架再做一个提升 那我们介绍完波箱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 这一次给到的避震器的话 是金属的铜身 然后呢 弹簧的话 它给了几个 几个 哦 应该是这样子来讲 弹簧的话 它给了几种磅数 那这些弹簧的磅数的话 完全就是看你自己的车壳的重量 或是车身的重量来做调整 有一些弹簧 它给的是比较硬的 然后像这一款的话 它就会是比较硬的弹簧 那我现在车上装的这一款弹簧 它比较偏软 然后 如果看它的粗细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好 那这个完全就是看车友 它你自己本身车子的重量 来看看 就是说你想要装什么样子磅数的弹簧 那避震器的部分的话 现在我现在车上装的是一车份的避震器 它有另外再给了这个 一个一套避震 然后这一套避震的话 主要是因为这一台车的特点是 它的避震后避震器它有三种的一个安装方式 第一种的安装方式就像我们车上的前面的部分 它是完全就是一般正统的直立式的一个避震器的一个安装方法 第二种的安装方法就是在后侧的地方 后侧的地方它的避震器是这样子 鞋撑式的 是这种鞋撑式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第三种方式的的话 就像我现在车子安装的这种方法 它是平躺式的 那这个平躺式的 应该是说这个平躺式的或者一般传统直立式的 或者是后鞋撑式的 这种装法的的话 完全是看你要上什么样子的车壳 那因为我个人设定是这一台车 我会拿来装一个皮卡的CAMENCHI的车壳 那这样子的车壳 我这样子装的的话 这样就不会去影响到 我到时候后抖下下不去的一个状况 那我自己测试过 就是说用这样子的安装方法 它并不影响它在攀爬的时候的支撑度 还有它的扭腰性 那在避震器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全车连拉杆 全车连拉杆 我现在目前车上的全车连拉杆 我有在做过调整 因为我有一个配重的考量 所以我是把我现在目前的拉杆 全部换成是不锈钢的连拉杆 那它原厂给你的的话 也是金属的连拉杆 那这个是铝合金 然后空心的 所以它的重量偏轻 如果依强度来讲的话 它的强度其实是足够的 但是因为我个人来说 有配重上的考量 所以我就把我的连拉杆 换成全补锈钢的 那这个拉杆的部分 就是说换与不换 调整与不调整 也是看车友自己的偏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球头部分 球头的部分的话 它这次跟来的 它有给你一些备品 这个球头它有塑胶球头 但是这一台车 它跟过来的 也有附了金属的球头 那我现在全车上的 都是一个金属的球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它有给 你就上全部金属的球头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完拉杆了 接着下来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部分 接着下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车桥 这次它跟的车桥呢 本身这个车桥盖 车桥盖的话 它是铸造的 那铸造的车桥盖的话 它我是觉得 表面有点粗糙啦 所以我把它喷 再用喷漆喷成红色的 那这个都是看个人的喜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LP的部分 LP它这一次做的的话 它是有点上翘形的LP 最主要的的话 是下面的这一个曲线 下面的这个曲线 如果像早期的一些攀岩车 它的曲线做的比较 它是没有曲线 然后做的比较直角 所以常常车友在攀爬的时候 如果这里卡到石头 它就卡住了 动不了 但是因为它这次都做了这个曲线出来的的话 是可以让我们再卡到石头的过程 你再补个油门 它就可以滑过去 所以这个车桥的这一个部分的设计是还不错 那讲到这个车桥的部分的话 这一台车的话 它跟了两个locker 它的locker有一个是原厂给出来的locker 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铸造件 那另外它还有给了一个升级的locker 这个是钢制的locker 那主要就是你在组装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钢制的locker 就给装上去 前后都上 那在锁螺丝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铁柱的柱件跟这个钢制的locker 它用的螺丝的长度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用错了 所以在说明书上面的话 要看清楚用对螺丝 因为你用错了螺丝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里面的胶件给锁爆了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要请车友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我们看完车桥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电池盒 它这一次的电池盒的话 也是因为配重的关系 所以它把电池盒放前面 那目前这一个电池盒的的话 它的空间 空间的话 如果一般我们放3S的软壳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是来放3S的硬壳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有一些车子的话 它的这个电池仓坐得比较小 很有可能你要放个2S是OK 但是放3S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的话 放3S的软壳硬壳都是足够使用的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看一下这个保感 保感的恐惧 它原本给的保感是塑胶件 然后因为我有自己车身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配了这个保感 那我有看了一下 它的那个保感的这个恐惧 恐惧的话是43 那依现在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的保感的恐惧 都大概是43 只是因为它的这个 保感的这个落孔 它是圆形的 那有一些的话是方形的 那虽然恐惧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个保感支架 它是圆形还是方形的 这一款的话 只能让你放圆形的一个保感柱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全车螺丝 全车螺丝 其实它给的 给的全车螺丝 它这一次 它蛮细心的 每一包螺丝 它都会标明 每一包螺丝的尺寸 所以你在找螺丝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拿错了 但是呢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螺丝生锈 所以呢 我原则上在组这台车的时候 我是已经全车都换成薄锈钢的螺丝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如果车友自己也想要升级不锈钢螺丝 可以去找找螺丝 或者是就是用他们家自己跟的这个黑铁螺丝都OK 那这个螺丝的话全部也都是内溜角的 所以一般的工具都是通用的 那接着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壳柱 车壳柱的话 因为我刚刚说过 它的这一个车子 因为它没有带车壳给你嘛 所以呢 你自己可能会去选择你自己需要的车壳 那这个车壳柱的话 前面这两个车壳柱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后面的这个车壳柱的话 就是看你自己耳朵装不装 然后呢 或者是你这个车壳柱 你如果需要装那种休旅车型的 你可能会需要这种比较高的 然后你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呢 如果是上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皮卡型的 皮卡型的 你就是会用其他短的 那它出来的话 其他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套件 那完全看你需要什么 然后看的说明书去做安装 那因为我自己这一次的车壳 我可能不会选择用车壳柱的形式 所以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安装 但是它给你的这些配件都是足够的 方便你调整你需要的车壳 OK 好 那原则上就先这样子 这台车的话 我自己测试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呢 给的中船 也都是GMAI他们家的金属中船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所以看看车友自己看法如何了 那我们后续的话 还会有另外一个影片 来做这个车壳的介绍 那这个车壳的介绍我们就留在下一集 免得太长了 你们看不下去 好 就这样咯 拜拜